国际焦点我们来关注的是 中东地区有紧张的局势持续的升温 那么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就指出 一艘装载着14万5000吨原油的邮轮 圣尼可拉斯号 行进阿曼的时候呢 遭到了四五名身穿军装的武装人员 未经许可登船 遮挡了船上的监视器 还有关闭了通讯设备 原本计划开往土耳其的船 之后就改变了航线前往伊朗 那么伊朗随后承认 该国的海军在法院命令授权之后 扣押这艘邮轮 以及有19名的船员 那美国白宫就敦促伊朗 要立即来释放这艘邮轮 好 看到呢 在这个台湾总大选的前夕 根据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 美国传出呢 会派代表团在选后来台湾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 昨天就对此强烈表态 警告美国应该要慎重来 处理涉台问题 不得以任何的形式 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避免给中美关系 还有台海和平的稳定 造成严重损害 美方应当切实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不得以任何形式 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避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严重损害 好看到的是厄瓜多 在上个周末有大毒消越狱油 那么全国上下出现了暴动的状况 在9号有一间电视台 就遭到武装分子闯入震惊了各界 总统诺波亚也立刻宣布了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将20多个黑帮 列为了恐怖组织展开军事行动 逮捕了300多人 展示不向暴徒低头的决心 厄瓜多9日 一间电视台遭到武装分子闯入 当时电视台正好在直播 意外转播整个过程 过了15分钟 讯号才被切断 警方很快地攻入电视台 将滋事分子逮捕 上周末厄瓜多大毒消越狱 全国出现暴动 有人在街头引爆炸药 或是当街纵火 厄瓜多总统诺波亚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将22个帮派列为恐怖组织 并进行军事行动 目前已经击毙5人 逮捕329名黑帮以及毒枭 同样不得太平的 还有巴布亚牛井内亚 火光四起黑烟直攀天际 如同陷入战争一般 民众趁乱洗劫商店 甚至拿推车大喇喇地将商品偷走 原来当地警察与公共部门不满减薪 因此于本月10号展开罢工抗争 民众抗议行动便逐渐失控 有人纵火焚烧洗劫商铺 多家商店遭到抢劫 当天晚上护理人员接到多次呼叫 许多人严重烧伤或是遭到枪击 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 大陆驻巴布亚牛井内亚大使馆 证实有两名大陆人在骚乱中受到轻伤 巴布亚牛井内亚政府跟着宣布 进入为期14天的紧急状态 目前警方已经恢复执行 并出动国防人员待命 政府呼吁公民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 记得众和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